好,醫生姐妹平安 醫生姐妹平安 感謝神,我們又可以一起聚集在這裡 那現在是十月的第一個主日 感謝神,我們今天可以一起聚集在一起 這是十月的第一個主日 對,有一些比較在馬州住了久的華人 都喜歡稱馬州叫做滿山秋色 有些住在麻省比較久的人都喜歡稱呼麻省為滿山秋色 滿山秋色州,應該這樣說 叫做滿山秋色州 對,你要是不知道為什麼叫滿山秋色的話 現在就是時候可以看看滿山秋色州為什麼叫滿山秋色 如果你不知道怎樣為滿山秋色州的話 你現在就應該去看一下為什麼叫做滿山秋色 對,那些何牧師說他以前回來的時間都是在比較早一點 夏天的時間就看不到這個滿山秋色 以前何牧師回來通常都是比較早一些日子的 所以他都不會看到滿山秋色的 那這一次正好因為我們四十週年擺在這個九月底 所以他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滿山秋色 但是這次正好就是因為我們四十週年擺在九月底的時候 所以他這次回來可以看到滿山秋色的 所以各位待在這個滿山秋色州的 現在我們可以常常出去外面走一走 各個團體各個小組趁著這個時間 趕快招聚你的弟兄姐妹 我們一起來去欣賞這個大自然的美景 請說我們這幫住在滿山秋色州的弟兄姐妹 就是團體的弟兄姐妹 應該聚在一起找些時間 一起出去看一下那個滿山秋色究竟是怎樣 對,我們今天不講滿山秋色 我們講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們今天不講滿山秋色 而是講到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上個禮拜天 好,剛過一個禮拜 上個禮拜天我們在這個地方照的照片 這個照片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在這個地方所照的照片 對,就是我們福音堂40周年 我們這些老的家人、新的家人 還有一些的嘉賓 我們一起聚集一起我們來照的這張照片 這個是我們40周年 有些以前的人和現在的人和特典節目一起拍的照片 所以未來的若干年之間 你都可以在牆壁上指的照片說 這個40周年的時候我在這裡 未來若干年的時候 你都可以在牆壁上面指著照片說 我在這裡 所以40周年的感恩聚會 我們如果參加的大家都會很多人都受到感動 40周年的聚會如果大家參加的話 大家都可能會受到感動 但是對於有一些比較新一點來到福音堂的弟兄姐妹 可能就覺得說 這個可能是你們比較老一點的人的日子 跟我好像沒什麼關聯 對一些比較新來的人可能就說 這對你們老的弟兄姐妹可能有關係 梳理出對未來的一個眺望 我相信神是要我們個人對這個過去的一些整理 而來梳理出一個對將來的一個眺望 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能夠重新地找到 與神連結的真實性 並且在這個過程裡面可以重新找到我們個人和神連結的真實性 而且強化這樣的一個連結 而且是要強化這個連結 也就是說讓我們能夠從過去我們看到這些見證人 他們走過的這個恩典路能夠我們能夠看見我們專一跟隨將來的路徑上面 神要給我們的祝福 我們可以看看過去的那些人專一跟從神的時候 可以看看我們將來的那些人我們對將來跟從神的專一去跟從神 對 所以在去年在思想中教會2022年的教會主題的時候 因著這個40周年的這樣一個慶祝 所以就有一個感動就是中文叫做持續專一 所以在過去2022年我們整理這個教會主題的時候 整理40周年的時候就有一個感動說到要持續專一 對 實際上那個感動是世界禱告當中的時候 因為讀到菲利比書的那一個經文太強烈了 所以起先出現在我的腦海當中是一個英文叫做one thing continuously 是我討過的時候一個很強烈的感動的時候 到菲利比書就是一樣東西就講到one thing continuous 也就是說我們一生有很多事情非常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也許只有一件 我們人生裡面可能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唯一一樣最重要的事情 而這個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是我們跟隨神的話 它不會是我們今天覺得重要明天就覺得不重要了 如果那個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去跟從神的時候 那個事情就不會說昨天是對我重要今天不重要的了 不會說在這個地方重要在那個地方就不重要了 不會說在這個地方重要在那個地方就不重要了 所以我就想到說在華人福音堂40年前建造這個教會的時候 神給我們的這個託付到今天依然沒有改變 我們依然在這樣一件事情上繼續的跟隨神 所以當我們華人福音堂在40年前建堂的時候 神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託付的時候 我們今天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託付來的 那將來我們會繼續的跟隨下去 我們將來仍然要去跟隨下去的 所以就是這一件事情的繼續下去 我們中文叫做持續專一 就是這件事情繼續堅持下去的時候 就是持續專一 一個在信仰上能夠持續專一的人 他在生活上就是一個讓人能夠信靠的人 一個在信仰上面可以持續專一的人 就是他在生命上面可以值得人去信賴的人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 我看一下 對 選擇了加拿太、以佛索、菲利比、哥洛西這四卷的書 作為我們這一年講到的一個主題的書卷 所以我們就在今年裡面選擇了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肥立比書 和哥羅西書成為我們今年教會講道的主題 因為我們想到說在神的在聖經當中的每一個書卷當中 神要給我們的那個主要的那個信息 那一個信息應該都是很清楚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到神在聖經裡面每一卷書 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主題都是非常清晰的 只是說他有其他的不同的強調的地方 好像說加拿太書告訴我們說 福音是改變我們的那個動力 只不過每一卷書他都有另外一些他著重的主題 比如加拿太書裡面講到 福音改變了我們 然後以弗所書告訴我們說 這個改變會繼續地發生在教會中 然後以弗所書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這個改變會繼續發生在我們的教會當中 福音改變會繼續發生在我們的教會中 福音改變會告訴我們說 教會增進了我們彼此的關係 不單單是我們與人的關係 我自己與我自己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我與神的關係 然後肥立比書告訴我們 這個改變是增進了我們的關係 改變了我們與人的關係 我們與自己的關係 我們與神的關係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每一卷書不可能 一張一張仔細地這樣來傳講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不可以一卷一卷書 慢慢跟大家傳講 然後我們設定的是每一季講一卷書 所以我們設計就是 每一季就講一卷書了 所以10月我們就進入到哥羅西書 所以10月我們就要進入到哥羅西書了 哥羅西書是告訴我們說 因為基督是我們的主 祂是我們的生命 祂必然會繼續地帶領我們往前 哥羅西書就告訴我們 因為基督是我們的主 祂是我們的生命 所以祂會繼續帶領我們 所以當我們在慶祝完福音堂 40周年的9月裡 進入到10月之後 我們來講哥羅西書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配合的一個事 所以當我們40周年9月底 進入到10月底的時候 講哥羅西書是非常配合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樣一個歡慶 在這樣一個感恩的高潮之後 我們想要問的事情說 哇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樣 當我們經過了這個40周年的感恩的高潮之後 我們要問自己 接著下來究竟我們要做什麼 我知道很多的同工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忙碌 大家都非常的疲累 我知道很多同工經過這段時間 很忙碌的時候都非常疲倦 我們在跟隨主的道路上 也難免會有疲累的時候 我們跟隨主的道路上面 都難免有疲倦的時候 但是我們應當要如何繼續 持續專一跟主往前 我相信當時我們10月 我們要來思想的一個主題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持續專一 去跟隨主 我認為是我們10月一個重要的主題 既然我們是跟隨主 所以我們首先要知道的事情是 神對我們的心意是什麼 既然我們要跟隨主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神對我們的心意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哥羅西書一開始的 一章的1到14 特別是3到14節 我們一起來思想 怎麼樣能夠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們需要從哥羅西書第一章 1到14節或者3到14節 去看看怎樣我們可以滿心知道 神對我們的旨意 好 我們就一起先來把這一段的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一次好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這個 我們一起來讀好 我們來讀這段經文 哥羅西書第一章的第一節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和兄弟提摩泰寫信給哥羅西的聖徒 在基督裡有忠心的弟兄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歸於你們 我們感謝神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常常為你們禱告 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並向眾聖徒的愛心 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 這盼望就是你們從現在福音真理的道上 所聽見的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也傳到普天之下 並且結果增長 如同在你們中間 自從你們聽見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樣 正如你們從我們所親愛 一同做古人的尾巴佛所學的 他為我們做了基督忠心的執事 也把你們因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們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 也就為你們不助力祷告祈求 願你們在一切屬人的智慧物性上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悅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之 漸漸已多知道神 照他榮耀的權能 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歡容 又感謝父 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之夜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 把我們牽到他愛子的國裡 我們在愛子以得蒙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好我們讀今讀到這個地方 你讀這個保羅書信的時候 特別像讀哥羅西書或以佛索書 這些開頭的這個禱告的時候 我們要一口氣把它讀完 當我們讀保羅的書信 尤其是那些像哥羅西書的時候 開頭的討過我們應該要一口氣把他讀完的 我們上次好像在講以佛索書的時候講過 因為他保羅是寫了一個大的一個句子 一整個大的句子把它寫出來 所以你要想想看 你要是當時收信的這個教會 你讀他的那個信的時候 它是一個好長的句子 一直這樣一直讀下去 我以前講過以佛索書的時候 講到開頭的那個討告是 整句是一個句子的時候 所以當你讀的時候 你要一路地讀下去 將它整個體驗 所以我們讀完 讀完了這一段的經文當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保羅對哥羅西的教會 它有一個心意在 我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會看到保羅對哥羅西的教會有一個心意的 當你看一些的註解書 可能會告訴我們說 因為當時哥羅西教會面臨到一些問題 如果你讀一些註解書的時候 你會看到哥羅西當時面對的一些問題 而且那個問題是蠻嚴重 或者是蠻複雜的一些問題 而且那些問題是非常之嚴重 是非常之複雜的 就是有關於基督的神性 基督的神性的一些問題 就是有一些關於基督的神性的問題 所以也因著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的出現 所以保羅在羅馬的監獄當中 他寫了這封哥羅西書給哥羅西的教會 也都是因為他們有一些對於基督的神性的問題的時候 保羅在監獄裡面寫了一封書信給哥羅西教會 然後就留下了到我們現在 一個難得的講到基督論 一本非常完整的書信在我們當中 所以以至我們今天可以很難得的有一本 很完整的講到基督論的書信給我們 神會使用我們每一個的問題或每一個的環境 然後成就祂的美意 所以神會用到我們每一個的問題或者環境 去成就祂自己的美意 從我們剛才讀的這個經文當中 我們可以看見保羅要 哥羅西教會明白的是說 神對他們的旨意是什麼呢 所以保羅要哥羅西教會明白神對他的旨意是什麼 那把他對神對他們當時的旨意 換成對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可以說神今天對我們的旨意是什麼 如果講到神對當時哥羅西教會的旨意的時候 我們換來去看神對我們今天的旨意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有三個要點 第一個就是說神要我們在福音當中經歷改變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講到神要我們在福音裡面經歷改變 第二個就是說神要我們在改變中不斷的成長 第二個就是講到神要我們在改變當中不斷去成長 第三個就是說神要我們持續專一的跟隨主往前 第三樣神要我們去持續專一的跟隨主往前 好我們就來看一看這三個的旨意 對我們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意義在 我看看這三個的旨意對我們來講有什麼意義了 首先我們來看看神要我們在福音當中經歷什麼樣的改變 我們首先要看看神要我們在福音當中經歷一些什麼改變 第一個就是說他這樣一個我們在福音當中經歷的第一個改變 就是讓我們能夠看得更真 他第一要我們去經歷的改變就是要讓我們看得更真 就是保羅在那個開頭的地方讚美哥羅西教會說他們的什麼 在基督裡的信心 保羅在開始的時候讚美他們就說他們看見他在基督裡面的信心 我們每一個接受耶穌基督做我們個人救主的我們都是因著信 我們相信他我們接受了他成為我們的救主 我們每一個經歷了這件事的時候都是因著信去接受了基督的福音的 這個信在希伯來書的地方有解釋說 叫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死底未見之事的確據 這個信有一個解釋在希伯來書講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也就是說信這個這樣一個概念有些時候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雖然沒有看見這件事情但是我們相信 信有一個這樣的概念就是雖然我們現在未看到那個事情 但是我們相信 所以希伯來書那你告訴我們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死底未見之事的確據 就是說信心是我們對神的一個認定 並且對神的話語的應許的一個堅持 所以希伯來書講到信是所望之事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其實是說到信心是我們對神的認定 對神話語的堅持 所以使得我們能夠看見人所看不到的真實性 以致我們可以看見人所看不見的真實性 因為我們常常說眼見為貧眼見為真 很多時候我們說是眼見為憑 但是在心理學上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這幅畫 這個圖畫對不對 但是在心理學上面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這幅圖畫的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圖畫的時候你看到的是少女 美女還是老婦 你看見這個圖畫的時候看見是美女還是老婦呢 做先生的不要因為太太在你就說你只看到老婦 你做先生的不要說你只看到老婦 對這個我從我大一念心理學普通心理學開始我們就在看這個圖 我從大一的時候讀這個普通心理學的時候就開始看這幅圖畫 然後我一開始看的時候我真的看連老婦跟美女都看不到 我看的時候老婦跟美女都看不到 看到半天說為什麼有老婦跟美女在這個圖畫面裡頭 我看了老半天都說為什麼會有老婦跟美女在當中 後來經過很多人指點之後終於看出來了 後來經過很多人指點就終於看到了 所以我們要看到這幅畫的話我們會想到就是說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說眼見為平眼見未必為真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說到眼見為憑其實很多時候眼見未必為真 當然心理學告訴你說這是因為感官完行法則當中一個什麼 形象與背景的一個問題 使得我們看見美女或使得我們看見老婦 這個其實是心理學裡面那個感官完全法則 它裡面講到的形象與背景使得我們可以看見這個老婦 或者看見那個少女 對但是我們要說的事情是說當我們看我們真的看見一件事情的時候 那一件事情未必就是真實的 我很多時候都會說本來只看見一件事情 但是那個事情未必為真實的 但是我們剛才講到說信心我們對神的信心卻能夠讓我們看見 許多人看不見的那個事情的真實性 但是我們說到剛才我們對神的信心是一樣 我們看見很多人都看不見的那些真實 所以我們很多人都讀過聖經的都知道 在舊約當中的亞伯拉罕 很多人讀過聖經都知道舊約裡面的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聖經上稱他是一個信心的偉人 亞伯拉罕聖經裡面稱他為信心的偉人 或者說信心之父 或者是信心之父 所以表示說他對神的信心是非常堅固的 表示他對神的信心是非常堅固的 他的信心表現在什麼事情上呢 他的信心表現在什麼事情上呢 告訴我們說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到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克律式寄居的 這就好像希伯拉罕說到 他說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客女是寄居的 這些人是講到亞伯拉罕跟他的 跟沙拉跟他的孩子 就是他們有一個信心的眼睛 去看見人所看不見 就是他這個地方講到 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那個他們一輩子都等不到的 神應許的那個天上的美佳 這個是講到阿伯拉罕和薩拉和他的姨子們 都是那些從遠處望見 但又從來都得不到的 所以我們與其去爭辯我們用眼睛看見的 我們當時是美女還是老婦 我們倒不如有一個像亞伯拉罕一般的眼睛 能夠看見那個世人所看不見 卻是真實存在的那個 可以歡喜迎接的那個天上的美佳 我們不要好像可以爭論究竟美女和老婦 應該好像阿伯拉罕那樣 用信心去看見很多人看不見那個將來 在天上的美佳 所以在福音當中的改變 第一個是讓我們能夠看得更真 第二個是讓我們可以做得更深 福音對我們改變就是讓我們看得更真 第二樣東西就會叫我們做得更深 因為剛才講到說 他說他哥羅西教會 除了有基督的信心之外 他們有向眾聖徒的愛心 剛才保羅講到哥羅西書的時候 說他們在基督裡面的信心 並且講到他們有向眾人的眾星徒的愛心 許多人說基督徒跟其他人的差別 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基督徒是一群有愛心的人 很多人說基督徒跟其他人的差別在哪裡 就說基督徒有愛心 但是在現在的話 特別是如果你從台灣 大陸應該也有來的一些人 你會知道說台灣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佛教機構叫做慈濟功德會 你可能都知道在台灣 有一個很大的佛教的機構叫慈濟 對所以你說基督徒是一群有愛心的人 他可能那些不信的人就告訴你說 慈濟比你更有愛心 你可能說基督徒是一群有愛心的人 但有些人就會告訴你 其實慈濟比你的基督徒還有愛心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看見的事情是說 我們的愛心跟世人的愛心 或者其他宗教的這些人士的愛心 究竟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究竟基督徒的愛心 和世人的愛心 和其他宗教的愛心究竟差別在哪裡了 所以我在這地方講到說 福音給我們的一個改變是說 福音讓我們能夠做得更深 我們講到福音 有一件事對我們的改變就是 讓我們可以做得更深 我們可以愛 我們可以彼此相愛 但是那個彼此相愛 不僅僅是停留在表面的愛 我們講到彼此相愛 我們所講的彼此相愛不是停留 只不過是表面上的愛 而是能夠深入人心的愛 而是可以深入人心的愛 表面的愛是說 我比較在乎的是 我這樣說我這樣做 會不會傷到對方的感受 表面就說 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會不會傷到其他人的感受 但是更深入的愛呢 講到的是說 我這樣子做 對他是不是有幫助 更深入的愛就是 我這樣做的時候 對他的生命有沒有幫助 所以保羅在以佛所書當中 有一個祷告那個地方 祷告可以看見我們 我們基督徒的愛 應當有三個特點 是跟世人不一樣的 所以以佛所書 保羅講到基督徒的愛 和世人的愛 有三個很大的不同的分別 就是在以佛所書的三章 十七到十九節 他的地方讓我們看見說 我們的愛是有根有基的愛 以佛所書三章十七到十九節 第一件事講到就是 我們的愛是有根有基的愛 我們的愛也是長闊高深的愛 而且我們的愛是長闊高深的愛 我們的愛是過於人所能策度的愛 然後我們的愛是過於人所能策度的愛 也就是說 也就是在以佛所書後面四章十五節 保羅說的 用愛心說誠實話的那個愛 也都是保羅在以佛所書四章十五節後面 所講到的 那個用愛心說誠實話的愛 就是說我們在真理當中 我們能夠用愛心 能夠把真理顯明出來 我們才能夠凡事長盡 連於元首基督 我要用那個愛心 用真理講出的愛心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凡事連於元首基督 對 那天何牧師講的時候 有講到說要營造一個什麼群體 大家記得嗎 當日何牧師說到我們要營造一個什麼群體 大家還記得嗎 營造一個愛心的群體 要營造一個愛心的群體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講到的 我們要把這樣的一種愛 活在我們彼此相交當中 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種愛 活在我們的相交當中 也就是怎麼樣把哥洛西書上面 那個愛的真氣 那個我們常常唱 我們常常背的那些的愛的一些項目 能夠活在我們彼此的對待當中 就像哥倫多書信講到 那個愛的那些特徵 要活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神在救恩當中 祂把這樣的愛賞賜給我們 使得我們能夠彼此相愛 不是讓我們彼此討好對方 也不是要害怕對方會不喜歡我的愛 也不是害怕對方不喜歡我的那種愛 因為約翰一書上面也講到說 在愛裡面有懼怕 愛就完全就把懼怕出去 好像約翰一書講到愛裡面沒有懼怕 愛記完全就把懼怕除掉了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愛 我們的彼此關係上 我們能夠做得更深入 我們有這樣的愛的時候 我們彼此的關係當中 就可以做得更加深入了 第三個看到福音中經歷的改變 就是讓我們能夠走得更遠 我們第三個在改變當中 讓我們經歷到的就是 我們要走得更加遠 什麼叫做走得更遠呢 什麼叫做走得更遠呢 什麼為之走得更加遠呢 對好像應該是今年 應該是今年吧 台灣有一個出了一本書 叫做《二十世紀的主義們》 好像台灣今年出了一本新書 叫《二十世紀的主義們》 對它就在講到二十世紀的一些 一些非常流行的主義 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法西斯主義之類的主義 就是講到二十世紀 比較普遍的主義 就好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等等 對我相信我們年輕的時候 很多都著迷過這些主義當中 我相信我們年輕的時候 很多都著迷過這些主義當中 甚至認為這就是我一生 可以追尋的一個目標 甚至乎我們認為這些是 我們一生要去追尋的目標 但是如果你到了像我這樣的年紀 你就會發覺到說 我的一生還沒有過完 但是我年輕時候 所奉為歸妮的這些主義 可能都已經GG了 但是如果你好像我這樣的年紀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我一生都沒過了 我那些奉為歸裂的主義都已經受終正寢了 對 受終正寢是正確的說法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這些的主義雖然吸引我們 跟著它走一段路 但是它沒辦法讓我們走得更遠 這些主義可能吸引我去跟它走一段路的時候 但是它不能夠幫我一路跟著它走下去 但是在福音當中 我們所得到的盼望 那個看似遙不可及在天上的盼望 卻可以讓我們在人世當中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堅穩 但是在福音當中所給我們的盼望 好像看來遙不可及大 卻在我們人生裏面所走的每一步 都令我們更加堅穩 並且使得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並且可以讓我們走得更加遠 我們可以確信如果亞伯拉罕他一生走完 他走到的盡頭都還沒有走完的話 我們這個路可以繼續走下去 我們相信亞伯拉罕他一生都沒走完的時候 我們相信我們今天我們這一條路可以繼續走下去 因為在彼得前書那個地方 彼得說這個盼望是一個活潑的盼望 因為在彼得前書的時候 彼得說到這個盼望是一個活潑的盼望 那個活潑的盼望 有些英文是翻到living hope 這個活潑的盼望在英文裡面翻成living hope 所以那個盼望就是它一直是活的 活在我們當中的 所以這個盼望是活的 它一直活在我們當中的 所以彼得說我們才能夠得到那個不能小壞 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頁 所以彼得師們說這個盼望是讓我們可以得到那個 不能留壞 不能尖污 不能衰殘 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頁 也是因為這個盼望 使得我們可以在苦難中 保羅說我們可以在苦難中 歡歡喜喜的盼望著將來的榮耀 也都是保羅在環難當中 可以讓我們歡歡喜喜去盼望將來的榮耀 或者是保羅在哥英多後書他做了一個比較 就是現在自戰自輕的苦楚 以及將來那個極重無比的榮耀 我們如果做一個比較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該選擇的是什麼 也都好像保羅在哥英多書上講到 那個自暫自輕苦楚 還有那個將來極重無比的榮耀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應該選些什麼了 也就是我們怎麼樣能夠在現今的苦楚當中 我們能夠轉化 因著將來那個極重無比的榮耀 我們有一個轉化 那個轉化就是那個盼望 讓我們能夠跨越這個苦難 進入到那個永遠的榮耀當中 以至我們可以在今天那個自暫自輕的苦楚的時候 幫我們跨越這個苦難 進到將來那個極重無比的榮耀的時候 使得我們看中的不是現今的暫時 而是將來的永遠 以至我們不是再看現在的暫時 而是在將來的榮耀 當然就是保羅在菲利比書 我們都很熟悉的講到 讓我們能夠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就好像保羅在菲利比書說到 我們可以 以至於我們可以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對 所以我們看見福音 在福音中我們經歷的改變 使我們能夠看得更真 使我們可以做得更深 也使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所以保羅在福音當中可以令我們的改變 就是叫我們看得更真 做得更深 和走得更遠 這是神在救恩當中對我們的心意 這個是神在救恩當中對我們的心意 是要我們在基督裡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自由的人 是要我們在基督裡面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一個自由的人 脫離罪的瑕疵 要脫離罪的核製 但是我們可能會自己偷偷地問自己說 但是為什麼有些時候我們卻不覺得我們是這樣呢 但是我們有時候偷偷會問自己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我們自己卻不是這樣的呢 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不是說神在救恩過程中出現的瑕疵 問題不是出現於神在救恩當中的瑕疵 沒有把這些放在我們生命裡 沒有把這些放在我生命當中 問題是出在於我們有了這些之後沒有繼續的成長 問題是出於我們有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沒有繼續在生命上面成長 也就是說我們喜歡聽但我們沒有辦法去行 就是說我們有些時候喜歡去聽但我們沒有辦法去行 所以我們沒有繼續的信使得我們能夠看得更真 因為我們沒有繼續的信使得我們可以看得更真 沒有深入的去愛使得我們沒有辦法做得更深 我們沒有深入的愛所以令到我們沒有做得更深 沒有堅持的盼望使得我們沒有辦法走得更遠 沒有一個堅持的盼望令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所以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不是說我們只知道神要在救恩當中在福音當中讓我們改變 滿心知道神的心意 不是單單知道神在福音當中讓我們改變 更要知道我們如何能夠繼續的改變 但是更重要是要知道如何我們可以繼續去改變 就是保羅在哥羅西書這一章的祷告的部分 他講的就是我們怎麼樣能夠在改變中不斷地成長 就好像保羅在這一段的討告當中 就是讓我們知道在改變當中我們怎麼可以繼續去成長 對 所以我們看見他哥羅西書一章九節說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祷告祈求 願你們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我們不只是要知道神的旨意 我們要更多地知道神的旨意 我們所以不單只要知道神的旨意 我們要更多地知道神的旨意 怎麼樣能夠叫做更多或是說滿心完全地知道神的旨意 就是我們要能夠不斷地成長 就是要我們不斷地成長 不斷地成長的第一個表征就是我們是一群能夠多結果子的人 要怎樣才可以不斷成長就是我們要是多結果子 他說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漸漸地多知道神 他說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漸漸地多知道神 所以我們看見神要我們多結果子是多結善果 不是多結惡果 我看見神要我們多結果子是多結善果 不是多結惡果 然後當我們能夠多結果子的時候 多結善果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更多地認識神 所以當我們能夠更多結善果的時候 就可以漸漸地更多知道神了 所以那個順序是我們要先去行 我們才能夠更多地認識 所以順序是要我們先去行 然後我們才可以更多去認識 而不是我們先認識我們再去行 不是因為我們要更多知道我們先去行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能夠把我們的行動 是連於一個對的那個源頭 我們才能夠多結善果出來 然後我們要行 要連於那個源頭 我們才可以多結善果 因為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上面說 好樹結好果子 因為耶穌在馬太福音上說到 好樹多結好果子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自己 常常與主有一個緊密的相連 所以我們要時時將我們和主有一個緊密的相連 也就是約翰福音上面 主耶穌也說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藏在我裡面 我也藏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就好像耶穌在這個順序說到 我是葡萄樹 你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所以我們在教會當中 我們固定來教會聚會 我們讀經 我們查經 我們默想 我們禱告 我們討論 實際上都是在與主發生一個緊密的連結 所以我們多來教會 多來討告 查經 默想討告等等 都是令我們更加與主連結在一起 我們剛才講到 源頭對了 你才能夠結出善果出來 我剛才說了 源頭對的時候 你才可以多結善果出來 我們不是為著我自己在做這些善事 我們不是為著自己來做這些善事 乃是因為我們知道神的心意 我們願意為神的心意我們做這些改變 而是我們知道神的心意 我們願意為神來做這些改變 雅各書說 它是一切各樣美善的恩賜 跟各樣全備的賞賜 都是從神而來的 雅各書講到一切美善的恩賜 和全備的賞賜 都是從神那裡來的 所以源頭對了 就不會致死惡果 所以源頭對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自食惡果 但是源頭對了 如果我們不繼續追求的話 我們就會因為懶惰而致死惡果 如果源頭對了 但是我們去懶惰的時候 我們就會自食惡果 就是在彼得後書第一章的時候 告訴我們的 就好像在彼得後書一章那裡 告訴我們 也就是說神把各樣子 我們需要的這些知識 需要的能力都賞賜給我們 而我們卻顯然不解果子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跌倒 就是神已經將一切的知識 和賞賜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不努力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跌倒了 所以我們能夠在改變中不斷成長的 第一個看得到的一個特徵 就是我們是一群能夠多結果子的人 我們在改變當中不斷成長的第一個特徵 就是我們會多結果子 我們聽到我們也行到 我們聽到我們也行到 所以我們就不會自己騙自己說 我懂得很多 所以我們就不會自己欺騙自己 說我懂得很多 我已經很屬靈 我已經很屬靈 然後道理講得頭頭是道 道理就講得頭頭是道 但是離神越來越遠 但是離神卻越來越遠 所以當我們越行到 我們就能夠越認識神 所以當我們越行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越認識神 所以基督教實際上 其實是一個非常深奧的神學 所以基督教其實是一個非常深奧的神學 但基督教其實可以很簡單 但是基督教也可以很簡單 就是在米加書上面 這個先知講到說 世人啊耶和華一指示你何為善 他要你要的是什麼指示 只要你行功於好憐憫 存千悲的心與神同行 就像尼加書那裡講到 世人啊神要你的是什麼 就是要你存千悲的心與神同行 對 為什麼要存千悲的心與神同行呢 為什麼要存千悲的心與神同行呢 因為當我們行到的時候 神就在我們當中與我們同行 就是當我們行到的時候 神就是在我們當中與我們同行 所以假如你覺得你好像不知道神在哪裡的時候 立刻去行道 所以當你不知道神究竟在哪裡的時候 你就應該立刻去行道 行道你就能夠看見神就與你同在 你行道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見神就與你同行 第二個改變的 改變 在改變中不斷成長的一個 第二個特徵就是 我們是一群領受主的能力 並且力上加力的人 在改變中不斷成長的 另外一個特徵就是 我們就是領受主的能力上面 力上加力的 哥羅西書一章十一節說 照他榮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上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們在凡事 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 就像哥羅西書一章十一節說到 照他榮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們凡事歡喜喜地忍耐寬容 這個地方看到 那個力上加力 那個力的來源是神榮耀的全能 你看一下那個力上加力 那個力的源頭 就是神榮耀的全能 而這樣的一個力上加力 就得到好多力 發生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這個力上加力 我們得到這麼多力的時候 發生在什麼情況下 發生在你需要忍耐寬容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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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發生在人生的逆境不順的當中 你就能當你依靠神的時候 你就能夠得到神力上加力的供應 就是發生在你人生裡面的逆境當中的時候 你依靠神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力上加力了 他那個力上加力讓你不只是能夠忍耐寬容 而且保羅這個地方講到 你還可以怎麼樣 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 這個力上加力的能力幫助你不只可以忍耐寬容 而且是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 人生不可能無風無浪的 即使有主同在 人可能遇到在那個水面上的那個大風暴 即使有神同在 你都可以遇到水面上的大風暴 但主應許我們 如果我們願意憑著信心向他走過去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在風暴中與主同行 但神經向我們願意在信心當中 向他走過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經過這個風暴 就能夠經歷到什麼叫做力上加力 就可以經歷到什麼為之力上加力了 這是來自於 我們該講到是來自於 我們在艱困的環境當中 我們靠主忍耐寬容 就是我們經歷苦難當中 我們靠主能夠忍耐寬容 我們就能夠在生活當中 結出一顆顆美麗的珍珠出來 就是在我們生命當中 可以結出一果果美麗的珍珠出來 我最近看到一個在講到 珍珠是怎麼樣形成的一個文章 最近我看見一篇關於珍珠 怎樣形成的文章 珍珠是怎麼形成 大家知道嗎 珍珠怎麼形成 大家知道嗎 珍珠聽說是用深海的 牡蠣的苦難換來的 珍珠是在深海裡 用一個苦力的苦難來整出來 對那篇文章是說到 珍珠並不是牡蠣身體正常的一個部分 他說珍珠不是母體上原本有的東西來的 而是對於外來入侵物的反應 而是對於外來入侵物的一些反應 你知道那個牡蠣他是這樣子的 他說當那個沙粒、貝殼碎塊 或是不受歡迎的寄生蟲 被意外地裹在這個牡蠣的殼子裡頭的時候 就是講到那個牡蠣在深海裡邊 有一些外來的沙粒 或者一些其他東西 入到它那個殼裡面的時候 因為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之下 牡蠣自己不能夠除去這些的義物 使它減輕這個義物摩擦帶來的痛苦 使它減輕這個義物摩擦帶來的痛苦 使它減輕外來進來的東西 對它摩擦產生的痛苦 所以它就會分泌一個叫做珠母輩來包裹義物 所以它就分泌一些叫珠母輩的東西來包裹這個義物 然後這個層層的珠母輩包裹刺激物 就會慢慢慢慢形成珍珠 所以它將一層一層的珠母輩包裹這個刺激的義物的時候 就會形成這個珍珠出來 這樣就使得義物的刺激產生的痛苦減輕一些 以至那個貝殼就會減輕它產生的痛苦 所以假如我們人生想要有一顆一顆美麗的珍珠 在我們人生當中出現 如果我們想要我們人生有一果一果美麗的珍珠出現的話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苦難把我們的困境交給神 讓神來磨碎我們 我們就將這個苦難交給神讓神來塑造我們 等候神的時間 等候神的時間 就是保羅在這個地方講到的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 就好像保羅所講到的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 然後一顆顆美麗的珍珠才能夠出現 然後這一顆顆美麗的珍珠才能夠出現 你想想想看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 是在貝多芬他雙耳朵失去聽力之後 在這樣的一個困境當中產生的美麗的珍珠 李馬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我 是他在兩隻耳都聾了之後所寫出來的一個作品 台灣有一個叫做伊甸基金會 那個創辦人是一個叫做信林子的姐妹 台灣有一個叫伊甸的基金會 是一個叫幸林子所創立的一個基金會 對 它是一個 如果看過它的話你就會發現到 它幾乎是整個人不能夠動的一個人 天天坐在輪椅上的 你如果看過它 它其實是一個整個人都不能夠動的人 整天就坐在輪椅上面 但是這個坐在輪椅上幾乎不能動的人 它成立了一個伊甸基金會 幫助社會當中最弱勢的一群人 但是這個完全不能動的人 它坐在輪椅上面 它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去幫助那些 在社會上面最弱勢的群體 所以有人就說信林子 它是坐在輪椅中流淚時 對於社會最弱勢的人成立了這樣一個幫助他們 使得他們解決他們生活問題的這樣一個基金會 這個就是有些人說它是那個行林子 就是坐在輪椅上面在流淚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用自己的手去抹乾眼淚 但是它卻為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成立了一個基金會 所以你想到它或想到伊甸基金會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美麗的珍珠在那個黑暗的社會當中 所以想到它的時候 想到它的時候就想到這個美麗的基金會 它其實就是一個珍珠在一個黑暗的社會裡面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的個人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教會 我們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困境 我們有艱難的時候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或教會 都會時時經歷到一些艱難的情況 就算我們再怎麼樣的虔誠 就像那個牟利一樣 它會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跑進一個 讓我們非常痛苦不喜歡的那個入侵物 進入到我們的當中 就像那個牟利一樣 它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有一個入侵物 走到它的那個殼裡面了 求神能夠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如同那個牟利一樣 我們能夠倚靠患難中 做我們隨時幫助的神 分泌珍貴的分泌物來裹住那個沉痛的義物 就是求神幫助我們好像那個牟利一樣 在我們患難當中藉著那個 隨時幫助我們神可以分泌這些 分泌物去包裹這個另外生命 讓熔美亮麗的珍珠在我們裡面呈現 讓那個美麗的珍珠在我們裡面呈現 就這個地方講到的 得以在各樣的利上加利 讓我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 就好像這裡講到 讓我們可以得以在各人力上加力 以致我們可以歡歡喜喜地在那裡寬容忍耐 第三個成長的特徵就是 我們是一群能夠讚美感恩的人 第三個特徵就是我們是一群 可以懂得去讚美感恩的人 基督徒不僅是有愛心的人 基督徒也是懂得感恩跟讚美的人 基督徒不僅是有愛心的人 而且是一群懂得讚美感恩的人 基督徒不是一群只會謝飯的人 基督徒不是只不過是一群懂得去謝飯的人 謝飯很重要 謝飯是真的很重要 謝飯不能夠忽略 但是我們不只是能夠謝飯 我們在凡事上我們都能夠謝恩 謝飯很重要的 但我們不僅是謝飯 並且要懂得在各樣的事上去感恩讚美 一個懂得感恩的人知道 我們一切都是出於神 一個懂得感恩的人 他知道一切都是出於神的 一個感恩的人是一個真正謙卑的人 一個感恩的人是一個真正謙卑的人 而一個能夠讚美的人 是認知到我身邊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時候 所以我會為他所安排的一切獻上讚美 一個懂得讚美的人就知道 他身邊一切都是出於神 而且出於神的東西都是好的 所以他懂得去讚美 保羅這個地方讓我們看見一件事情是說 他說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德基業 我相信我們很多在座很多人 我們都覺得我們自己 我們可能比較是那個獨行俠 不是那個做團隊合作的人 我相信當中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是一個獨行合 不是一個適合在群體團隊裡面工作的人 對我來美國之前好像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做團隊合作這件事情 我來美國之前 同學都不知道什麼位置團隊合作的事情 就只知道單打獨鬥 把這個人打下來的那個位置就是我的了 只知道單打獨鬥 將個人打下來的時候那個位置就是我的了 但這個地方是說感謝神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跟人家分享 這裡講到感謝神 感謝神什麼 要叫我們知道怎樣跟人家分享 也就是說一塊披薩 我們要全教會大家一起來分享 就有一塊披薩的時候我們要全教會一起分享 這叫做與眾聖徒同德基業 這個就叫做與眾聖徒同德基業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的天父他的產業比我們想像的多得多 我們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們天父的產業比我們想像中多得多 他的心意不是要我一個人獨得 他的心意向來都是要我們能夠與眾聖徒同德基業 他的心意不是要我們一個人獨得這件事 以後我們與其他人一同得這個基業 所以我們要為這樣的一個改變來感謝神 所以我們要為這樣的改變來感謝神 也就是在這個團隊當中找到我的位置 然後知道這個團隊的勝利就是我的勝利 這個團隊的失敗就是我的失敗 以至我們在這個團隊裡面找到我們的位置 以至我們知道這個團隊勝利就是我的勝利 這個團隊失敗就是我的失敗 美國的教育他從小教孩子就是在教這樣一件事情 美國的教育教孩子一開始就搞一件事 所以他們很重視這個teamwork 他很重視這個teamwork 所以你看看美國那個棒球比賽有沒有 你看看美國的棒球和比賽 只要他那個場上一出現問題 他兩邊的人一定都會 隊員一定要跳出來兩邊要打 就算假打也要趕快跳出來打一打 就是有一個場上一出什麼事情的時候 兩邊球隊全部人湧出來打架了 對 我跟我兒子看棒球的時候 我就說這些人太假了跳出來打 我兒子就跟我說他不是假 他們是因為他們是一個team 所以因為有一個人被人家受羞辱 所以其他人都要一起來打 我跟我兒子說這些人打得這麼假 他說不是假 他們因為有其中一個人被羞辱 所以他們全部人一起走出來打 所以你可以看到華人文化 跟美國文化是又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華人文化和美國人文化 其實有點不一樣 我們只要覺得說我們自己顧好就好 但是美國人他是覺得 看中的是一個群體 我們中國人可能覺得我們自己顧好自己就好 但是美國人想的就是一個群體 但這兩種文化其實有很多的 個人群體是有很多 今天我們沒時間講這個 但是我在講的事情是說 神祂喜悦我們能夠與眾聖徒同德基业 我們今天要講就是神喜悦 我們要與眾聖徒同德基业 我們能夠與眾聖徒同德基业 我們改變成這樣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與身旁的人分享我們的愛 分享我們的一切 所以當我們成為一個能與眾聖徒同德基业的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和身邊的人分享神的愛了 你的配偶你的子女或者你的同工 他們就會覺得你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你的子女你的配偶或者同工 就會覺得你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甚至乎那些路人甲路人魚 他們都會覺得說你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 因為你願意把你最好的拿出來跟他們分享 甚至乎那些路人甲路人魚 都覺得你真的很好 願意拿這些東西出來和人分享 所以我們不單單是要能夠在福音當中被改變 我們要在改變中我們能夠不斷繼續的成長 我們不單止要在福音裡面被改變 而且我們要在改變中不斷成長 這是神對我們的心意 這是神對我們的心意 那個心意就是要我們持續專一的跟主往前 這個心意就是要我們持續專一跟主往前 因為他這個地方講到說 做這些改變的都是我們天上的父神祂在做 我們知道這些改變都是我們天上的父神在做 祂要把我們從黑暗全世當中牽到祂愛子的國裡 祂要將我們從黑暗的全世牽到祂愛子的國裡 使得我們在愛子裡得夢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以致我們在愛子裡得夢救贖 罪惡得被赦免 所以我們上次在戶外崇拜的時候也有講到 所以我們這一生就是要往那邊繼續的一直靠 一直靠一直靠 所以在戶外崇拜的時候 我都講過我們一生裡邊就是要不斷往那邊 一直靠一直靠一直靠 不要認為說我已經得救了 不要以為我們已經得救了 我們要繼續的往前繼續的成長 我們要繼續往前繼續成長 持續專一跟主往前 持續專一跟主往前 第一個重點是要專一 第一個重點是專一 要讓這個信仰 在信仰上我是一個專一的人 如果信仰上面我是一個專一的人 在這個信仰當中找到那個 讓你能夠投入進去的那個事情 使得你能夠一生專一在這個上面 在信仰上面找到那個 讓你可以專一去投入的事情 以至你一生裡可以專一去做 最近的心理學上有講到說 能夠專注的極致是第三種幸福 在心理學上面講到一個 可以讓你專一到極致的一件事 第一個幸福就是說 成就有意義的事情可以讓你獲得幸福 第二個幸福就是說 擁有快樂本身就是幸福 第三個幸福就是能夠找到那個 讓你能夠專注極致 然後不論任何代價 你都能夠專注極致做下去的 那叫做幸福 第三樣東西就是 你找到那個可以讓你專一到極致 不理其他事情 那個也是你的幸福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講到 我們不只要專一 我們要持續下去 不要半途而廢 主耶穌在路加福音的一個比喻說 你們哪一個人蓋一座樓 不先坐下來計算花費 能蓋成不能 所以耶穌在路加福音說 你哪一個人在路加福音說 你哪一個人去起樓的時候 你不先坐下來計算花費 看看可不可以蓋成 希伯來書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若將起初的信心堅持到你 就在基督裡有份 不論我們現在光景如何 我們繼續往前走下去 不理我們今天的光景是怎樣 我們繼續往前走下去 所以第三個就是往前 所以第三樣東西就是往前了 基督教的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 我們信了主之後的人生 不是一個圓的循環 而是一直線的往神那邊走下去 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我們信了主之後的人生 不是一個圓形的人生 而是一條直線地往前走的 所以我們就應該離開道理的開端 揭力地往前走 所以我們就應該離開道理的開端 揭力地往前走 那怎樣的往前呢 就是要跟隨主往前走 是怎樣去往前走呢 就是要跟隨主往前走 我們看到福音書上 主耶穌對比特 剛遇見比特的時候 他對比特的呼召說 你來跟從我 在福音書裡面講到 耶穌第一次遇到彼得的時候 他就說你來跟從我 在約翰福音要結束的時候 他對比特也說 你跟從我吧 在約翰福音最後的時候 耶穌也對比特說 你來跟從我 所以我們一生要做的事情 就是繼續跟從主下去 所以我們一生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繼續跟隨主下去 因為既然祂是我們的主 我們就跟從祂 所以既然祂是我們的主 我們就要跟從祂了 既然祂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跟從祂 既然祂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要跟從祂 讓自己沉浸在這個信仰當中 讓我們沉浸在這個生命當中 找到那個讓你能夠激起你的熱情 讓你奮不顧身做下去的那個 信仰上面的那件事情 找到那個讓你引起你的激情 在憤不顧身的在這個生命當中 繼續堅持下去 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膽怯退後 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膽怯退後 在你的團體當中認真地查經 在你的團體當中認真地去查經 認真地去對待每一個弟兄姐妹 認真地去對待每一個弟兄姐妹 我們才能夠眼睛被打開 看得更真 做得更深 走得更遠 以至我們順心的眼睛才可以被打開 可以令我們看得更真 可以做得更深 走得更遠 我們才能夠在必須忍耐寬容的時候 能夠歡歡喜喜 因為我們能夠立上加力 以至我們在必須忍耐寬容的時候 我們可以歡歡喜地忍耐寬容 而且可以力上加力 然後我們就看到生命 一顆顆美麗的珍珠在我們生命當中顯現出來 而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一個個美麗的珍珠在我們生命裡面承認 對 最近準備了四十年 因為準備了四十週年 看到王耀明這個詞很有意思 他說四十余年睡夢中 而今睡眼時朦朧 不知日已過庭悟 起向高樓壯碗中 好像王陽明所說 起向高樓壯碗中 尚多昏睡正朦朧 眾令日暮醒游得 不信人間而盡隆 就好像這個人這樣說 對 這個常常 你有些時候可能會看到一些人 用這個經文的兩句很有名的話 來講到說我們要盡力地傳福音 有很多時候我聽見有人用這兩個 其中的兩個說話來說 我們應該要盡力去傳福音 起向高樓壯小鐘 不信人間而盡隆 起向高樓壯小鐘 不信人間已盡隆 但是我在讀這個詞的時候 我想到的事情是我自己呢 我看見這個詞的時候 我就問自己 那我呢 我自己是不是那個沉睡的人 我自己是不是那個沉睡的人呢 我自己是不是在那個信仰上 怎麼樣叫也叫不醒的人 我是不是那個在信仰上面 怎樣叫都叫不醒的人呢 但是不要沮喪 但是不要沮喪 起向高樓壯碗中 不信人間盡隆隆 我們一直不斷地去撞 不斷地去撞 總有一天我會被咬醒 他說你不要灰心 不斷地去撞那鐘的時候 總有一天你會醒的 在信仰上我們永遠不要沮喪 永遠不要認輸 我們在信仰上面 永遠不要沮喪 永遠不要認輸 持續專一地跟隨主 往前走下去 持著專一地跟隨主 往前走下去 不論你今天的光景如何 不管你今天的光景是怎樣 神沒有放棄你 你不要先放棄自己 神沒有放棄你 你不要先放棄自己 我們繼續跟隨他 往前走下去 我們繼續跟隨他 往前走下去 將來福音堂每一年都會有我們家美的腳中 將來福音堂每一年都有一個我們美好的家美的腳中 就算我們離開福音堂 我們仍然能夠繼續跟隨主走下去 就算我們離開了福音堂 我們仍然可以繼續跟隨主往前走下去 我們就能夠像亞伯拉罕一樣 我們就可以像亞伯拉罕一樣 就算我們什麼好像都沒拿到 但是我們已經拿到 就像我們什麼都沒拿到 其實我們已經拿到了 因為有一位神 祂為著我們撇下一切來到人間 因為有一位神為我們撇下了一切來到這個人間 祂為我們做盡了一切 祂為我們做盡了一切 甚至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甚至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然後三天之後復活 而且三天之後復活 讓我們知道這個信仰是真的 讓我們知道這個信仰是真的 是活的 是活的 祂不只是活在第一世紀的時候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 祂不只是活在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 活在每一個願意用信心去看見 並且用愛心去實踐 然後我們歡歡喜喜地盼望著每一個弟兄姐妹 所以我們每一個月的第一個主日我們都要來到主的面前 我們一起領用主的聖餐 所以每個月我們都要來到主人面前去領用聖餐 因為我們領用聖餐是主所吩咐我們這樣做的 因為我領用聖餐是主所吩咐我們去做的 在聖餐當中更多前書十一章說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事從主領受的 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頁 拿起餅來注謝了就撥開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 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你們每逢吃這杯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來 所以我們今天聚集在這個地方 凡是已經以洗禮表明您是主耶穌基督的門徒的 我們都能夠一起來領用主的聖餐 所以你已經接受了這個福音 也都是藉著洗禮證明你是主的門徒的時候 都可以領受這個聖餐 我們藉著領用聖餐 我們一起來紀念主為我們所成就的 我們藉著領受這個聖餐去紀念主為我們所成就 並且記得我們的身份 我們等候主的再來 並且知道我們自己的身份 並且等候主的在來 好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聖餐禱告 一起禱告 天父我們來到您的面前我們感謝主 謝謝主您自己在救恩當中為我們預備 預備了主耶穌基督 他來到我們當中 預備了主耶穌基督 他走過我們人間所有的苦楚 所有的不堪 為著我們主耶穌也 上十字架定死十字架 也為著我們三日之後復活 主我們知道這信仰是真的 因為主耶穌是真的 這信仰是活的 因為主耶穌是活的 主我們就感謝主 我們在這樣一個真活的信仰當中 我們有份 主我們今天一起來領用這個 丙與杯 願主來保守我們的心 我們每一個已經查驗我們自己 內心的人 讓我們一起來領用這個 丙與杯的時候 讓我們存著感恩的心領用 也讓我們記得我們的身份 我們在等候主的過程當中 我們歡歡喜喜 並且我們能夠把愛心 變為具體的行動 行在我們每一天生活當中 聽我們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字